雨滴滴答啦下不停 民众撑伞挡雨还得加件保外套 因为就从昨天深夜开始 美雨封面报道 全台下大雨 好多人在睡梦中被惊醒 降雨的部分 从基隆北海岸 以及北部及中南部地区 都相当的明显 而且也曾经出现过短时强降雨 雨一路由北往南下 东北部的富贵角三只 日累积雨量已经超过100毫米 加上东北季风报道 各地降温 北部地区最高温只有24度 跟前几天相比 温差高达10度 周四还会更凉 气象局提醒 美雨封面持续往巴士海峡移动 北部今天整天有雨 中南部雨势越晚越大 周四北部地区雨势慢慢趋缓 预计在周四到周五这两天 封面的位置将会维持在巴士海峡附近 那当然天气比较不稳定的区域 会集中在南部地区 还有中部的山区 降雨的时间上面 相对会比较绵密 而且比较连续性 整体来说天气状况不稳定 会一直持续到周六 外出记得攜带雨具 注意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